这次女儿说要来看我 我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因为接下来我将要走315国道 有一段无人区 也想他们能陪着我走 正好把这个路线攻略也分享给大家 从西宁出发向西20多公里 来到塔尔市 感受格鲁派藏传佛教文化 它的艺术三绝 苏油花 堆秀 壁画 只得一关 门票70元 从塔尔市出发 继续向西 晚上露宿甲乙村 没有水电 但有一个小密封间 一次一块钱 白天去旁边大片的油菜花田玩 小宝还想骑马 我就又带着他骑了一圈 一圈六十 拍照很出片 继续向西 这一路呢 都是草原野花还有京帆 漫山遍野的牦牛羊群 点缀着碧绿的草原 风景一点都不比收费的景区差 可以随时停下来游玩拍照 104公里后 来到了环青海湖西路 黄鱼唯有最佳观赏点 每年的6月到8月呢 密密麻麻的黄鱼逆流而上 只为生生不息 是自然界的一大器官 跟我一起感受 更多的自家旅行生活 和祖国的大好河山吧